外傳陸委會主委賴信源即將異動 馬總統有意調他去國安會 他怎麼回應 有意見也沒有評論 您這邊都接受 沒有意見也沒有評論好嗎 會不會調理陸委會賴信源很低調 外傳520前馬政府國安會體系大洗牌 人事改組名單 經傳賴信源轉任國安會 消息沒證實 立委已經當成一回事 不管520之後 你有沒有要轉任到國安體系 本席在這邊還是非常肯定 你過去幾年以來 對兩岸事務的貢獻 被立委趁機調侃已經很尷尬 公共工程委員會最新業務報告 竟然要放寬路上投資 台灣的公共工程條件 要不是被立委抓到問題 賴信源才知情 你到底有沒有意見 你如果有不同的意見 你要怎麼處理 請你明確告訴我 不要在那邊滴滴嘟嘟 我不是 我只是想要把那個層次釐清 不是滴滴嘟嘟嘟 我們覺得這個的妥適性 還有帶這個 所以可能會有不妥的地方 原本全面禁止 陸資以任何形式來台競標 公共工程還有政府採購 結果公共工程委員會 打算放寬 還把陸資做分類 我知道私資有兩種 但是陸資有三種 我實在看不懂 技術性放寬 陸資來台投資 公共工程委員會 從頭到尾都沒徵詢陸委會意見 兩邊不同掉 最後卻讓賴信源被立委K的滿頭包 中天新聞 李世健人一方 台北報導 油包 不dom